本节目由长安福特全新探险者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还要介绍一位画家 他的作品曾经先后参加了国内国际十几次画展 并且在去年他还参加了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二十二届国际艺术双年展 在国际上引起了相当的反响 他是谁呢 他就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教师张晓刚 中文字幕由长安福特全新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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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由长安福特新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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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能够站在时间前列的人 越早结束比赛是越大的仁慈 人绝不会满足一个事情 我的理想不是要去当个观众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希望你能够记住 他们在这个地方被拖延中 我们都会在这里 我我认为什么是什么想法 我现在都有个想法 我一个人想当兵 想玩枪 小男孩的梦想 他1990就在开始关注您作品 就选了 然后他说当时候他觉得有点太depressing 就是太压抑 所以他就没有买 Thank you very much 那两幅就只删了两个月已经卖了 我的话可能老外喜欢很奇怪 尤其是喜欢中国的老人 刚刚错过了林心侠 林心侠 他还买过一张画 买哪幅画 你还会开心吗 你卖了 还无所谓 麻木 卖二卖你卖了几十年了吗 卖二卖你 Balada Line Big Family No.3 Balada Line Big Family No.3 步一步就达到了我的预期 都不是 突然就来了 来了以后 怎么是我 就一点都不矫情 就会觉得为什么是我 拍卖 为什么至于高价是我 我想象的应该是另外的人 这条街很舒服 没有味道 这个画来挺好 拍电影太好看了 你看那颜色都要看了 绿黄的铜汽车和铜汽车 在那里 就拍一张 这边都叫平民法语 然后有生活机器 有律师的感觉 这次就是 也是一个我们的活动的 一个晚宴 在中国会 然后又去了 一看 穿的是这个 这个 不是 穿的是球鞋 就是没有鞋 必须要带皮的这些 没有为什么呢 没为什么 就是规定是这样 后来 然后后来是那个谁 工作人员 看见了 这个是我们的嘉宾 看门队里 老师 嘉宾怎么能穿这样 他们想象的都应该是 是吧 穿三件套 对 寡张的 困 我觉得这双鞋 我就觉得这双最好 最舒服 我一口气买了四双 可以 两个颜色的 换 这几年反正我都是这双鞋 偶尔出来 你玩玩还可以 天天生活在这种氛围里面 真有氛围 博览会看起来最累 你看的就是眼花缭乱 你不知道看谁 看完了以后也记不住谁 而且现在博览会都是变成那种打烧乎的地方 现在好多了 这几年 慢慢我们老了 年轻的慢慢就是这个行业 整个年轻的以后 像我们这一代的人我都很少看到了 也不是没画画 就是他慢慢有些活动 他就跟他就没有太多关系 他也算了就不用来 还有些人慢慢也就就像我一样的疲倦 就不想到热闹的地方来 我这两年特别宅 其实以前小时候就是很宅的人 后来因为做了这一行以后被逼的 必须出来见人 慢慢也练出来了 但现在又回到少年时期的那种状态 又特别怕见人 您觉得现在什么是重要的呢 我大哥走得早 他15岁就到边疆去当知青了 就剩下我和我二哥 我二哥是属于没有这个天赋的 我觉得他画画一点 他也没兴趣就放弃了 也就剩我一个人 你想看书也没书看 书都被烧了嘛 文革那会儿 完了就画画背了 借两本年轻画画了 就把它拎摸下来 拎摸下来就开始自己编 编这种故事 敌后武功队啊什么的 这些就开始编 这条路叫国防路 我每天从这条路到国防俊 找我老师学寻苗 一会儿17岁了 看那书上去 您高中还经常跳课来 画画啊 对 父母都不知道 书都连课本都不买 买课本的钱偷偷扣下来 然后就去买你学习的材料 你看这些都是工作室 冬天夏天都到这来都 互相窜呐 在楼下喝酒啊聊天啊 就是这一带 从这个门进 这个是在拆掉了 原来是个楼 四层楼 那我住二楼 一楼是公共厕所 在这结交了好多朋友 然后呢也在这儿喝酒 把胃个喝喝坏掉的地方 哎呀我觉得其实创过时代挺可惜的 现在艺术家就分散了 没有你有氛围 原来大家聚在一起 就是感觉还特别好 对 就互相有一种 有一种被靠背 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对 好玩啊 现在大家都生活提高了 住好了 反正不好玩 来来来来来 也好久没见广义了吧 这一代人对你都老了 我觉得你没老了 没有 看他的画 你也没老了 当然我都看一把气了 但我觉得你生命激情 和创作的这种能力 比两千年后还要旺盛 对 对 50后的终点 就是那个90后的起点 去拔 这两个起点太高了 起点太高了 50后 对吧 太快了 就是说他们50年代的佼佼者 还可以跟90后的人一起在一起混 不是家庭要走的话 这边那个时代已经带走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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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父亲可能不太赞同我学艺术这个 我觉得好 因为他觉得艺术 在社会价值系统里面上个什么呀 绘画绣花 对吧 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甚至你还学现代艺术 你还留长头发穿牛仔 你看你学艺术以后你都变成什么人了 这个艺术还是代表了颓废的一种东西 西方资本主义颓废的代表 我们家里面当时只给我15块钱 然后我去买饭菜票 算来算去算来算去 可能要花14块钱 那买材料怎么办 那同学有时候就会多买这些给我一点 像陈崇林 何多林 罗中立 他们几个老大哥对我特别好 真正有成名的感觉 还是大学毕业年 突然一下一线新来 肯定了我的东西 然后美术杂志就发表 那个是我这辈子 我就最有成就感的一个感觉 晚上都睡不着 美术杂志在当年 那是最权威的一个看望 那是太大的荣妙了 但是 我抱着我的 我认为代表我的艺术人毕业创作的一点话 到处就给人看 所有人都看见他 不能要 这种人太可怕了 我每天回来 他一生的泥江影响 那院子里边人怎么看 大学毕业去做小工 是吧 就我爸觉得没面子 那我没办法 那我得生活 这是最低谷的一个阶段 而且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我说三座大山压在头上 感觉家庭也没有了 女朋友也分手了 然后呢 这个 钱也没有 也不知道画画画什么 每天就 不知道干什么 吃完晚饭就在外面瞎逛 在那里昆敏郊区 顺着铁路走 能走多远走多远 你干吗 你干吗 没有 没有十年 没有十年啊 没有一万啊 一万 还记得这个点就没在 再玩一遍 哇又突然一遍 再玩一遍 有时候想念亏民就想到这一口 你吃完这个晚饭怎么办 这还是过得更逗 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每天吃完晚饭以后出去散步的地方 旁东江我们把它命名为塞纳河 主要是为了表示自己跟这个世界艺术是有关系的 是为了 哈喽 哈喽 喂 香蕉的 看着太多了 来来来 哈喽 老江湖了 没有乖长 可以啊 这样我的腰就不怕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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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不是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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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大叶是很典型的我们那时代的一种道具 它象征着一个青春时代的东西 沙发也是年代特别醒目的一种标志 它跟权力有关系 那个位置基本上是父亲的位置 在上面覆盖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联想 它不是一个空白的画布 这个改动的过程本身其实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证明 还有一个正在跳跃的人 这个是我去年开始画的一个新的东西 悬浮 你以为在跳起来 其实你可能也在往下坠 出发 可能比起来的 三个银行 来飞成是因为飞成艺术大学 给我颁发一个荣誉博士的学位 高清肯定还是高清 您毕竟这个还是个荣誉嘛 我觉得艺术家呢 其实也不能说无所谓吧 就是被一个意识上来讲啊 没有觉得是一个偏大 没想起来的意思 坐下来说 才危险 这就是一个特兴的衣服 你只能处理这个衣服 你能处理这个衣服 所以你能处理这个衣服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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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谷的时候应该是 我觉得是到了重庆以后 刚好有这机会就回到学校 我没想到的就是 你就变成了一个很边缘很边缘的一个人 你的想法 你的艺术的理解等等 周围人不学于故意 后来他们跟我讲的时候 院长都跟别的青年教师讲 你不要跟这个人来往 这个人没前途的 画也卖不掉 画里东西又难看 基本上就是去食堂打饭吃 吃完了就回到房间里面 也不跟谁接触也不说 慢慢就变得特别的另类在学校里面 但是虽然孤独 但是你内心还是有一种 有一种你认为重要的东西支撑着你自己 就是别人不懂你 不代表你没有价值 这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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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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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是其他的变化 意图上侵着约表 doivent表现一个人对自己不满 老捅不破 老觉得很差一点 到底差在哪 所以我不会画有笑容的人 或者大喊大叫的这种人 我都不会 我发现我们这一代人 已经被训练成 就是不善于表达情感的 这么一代人 我们跟父母都不可能有任何发生内心的交流 那只是一种 就是一种保持一种关系而已 你像我妈 我想抱着她一下 她都很不习惯 她会很紧张 从小我觉得就 有很多生活中间有很多米 我觉得很肥借 比如说从家庭内部来说 觉得这种家庭生活不是我想象的那种 或者是我所看到的别人家庭的生活 童年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我母亲的病对我印象最深 就是精神善意 精神善意 从小的人这个时候不动 只看到母亲很奇怪 跟其他家庭的一种母亲不一样 然后来可不相控的是因为我母亲这种病 也就导致我父亲这种心态很冷漠 很冷漠 所以对我们兄弟之间基本上不太过问 其实我们的这个教育啊 我们自己的发展啊 我们心理上的问题啊 这些 慢慢慢慢你长大了 你学到知识以后 你就开始很客观的来看 你就会想一方面她是病人 另外你就要想怎么去跟她相处 怎么样不要去招惹她 我给我妈写信息十年全这篇 必须的 要编一些故事 我这活得很好 你看最近丹文昌又发了钱了 我又怎么样了 我的话又怎么 又什么获奖了 或者我就参加什么重要的 咱们今天领导又怎么表扬我了 等等等等你怎么编一套 就是等于是给她开药房 你就要让她相信生活是美好的 其实她晚年她已经老年痴呆了 我在她面前她都不认识我 因为和她想象的 她的儿子差别太大 是吧 一个光头 和一个小孩的类似形象 差别已经太大 她虽然老了 她其实她都站在我面前都问 你是谁 她都会这样 其实她是个文艺青年 她一辈子没有实现她的理想 她走的时候 说实话我心里边还有点高兴 我就觉得终于解脱了 对 所以很有意思 我就想想 你就会变成一个分裂的一个人 你的生活分裂成两半 你没有退路了 一般家庭是退路 什么避风港 这些词在我这用不上 你就只能是 你就自己应该逃避走 我担心 你原来恐高吧 原来不恐高 现在原来恐高 现在越来越恐高 现在越来越恐高 当然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不灵的很多不知道 既来之则败之嘛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elcome to School of Visual Arts' 44th commencement exercises in honor of the class of 2019 Today we celebrate the achievements of your class An occasion that is most certainly the highlight of the year Congratulations to the graduates of 2019 And to your families and friends who helped and supported you On your journey to this moment 哎哟 哎哟 在哪儿 在哪儿 你的帽子呢 我不想戴帽子 我们两个货币 这个背景 没关系 一秒钟就玩玩的 比好了一秒钟 来 《小女孩》是我的绘画里边一直都有的一个主题 我喜欢画小女孩可能跟我有女儿有关 十点钟出生的我记得很清楚 里边就叫小孩出生了 然后就抱出来一个雪乎丽娜的一坨肉 等于是 就给你看这个是你的女儿 是个女儿 你抱着那块肉的时候 你才觉得这个是跟你有关系的一个生命 来一天她妈就忙什么的时候 她就跟我在一起 我真的话她就在满地滚 到处跑什么的 所以我也教她画画 抱着她 让她体会这个上颜色上画布那感觉 她好高兴 后来我又离开成都了 她五岁的时候 我就到北京来了 见面时间就相对就少了 我也不想当一个为了孩子什么都放弃的一个人 真正的好父亲是自己也要很强才行 你也不能说你为了孩子牺牲了一辈子 这个好像听起来很煽情 但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觉得 我记得有一次在学校 就是跟学生聊天的时候 别人他们提了个问题 就说张老师你是画大家庭的 你对家庭怎么看 我当时我就脱口而出 我又说家庭不堪一击 血缘牢不可破 你有了这个生命以后 你跟他的关系就一辈子都没完没了了 Will the degree candidates from the Illustration Department please Irene Ureni Sayen Vailani Gayle Blake Jones GRJ 大声 inspir debe了 柠 hed 确逆 李总 是 在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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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 你 你 而��서 最年轻的时候UCK 스� 我作一个艺术家 我意味着什么 那我的这一生应该怎么度过 这些问题在二十来岁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做 我想 有的藝術家在很年輕的時候 它已經達到了很高的高度 有的藝術家可能要到一定年齡 它才能體會到我這種東西 它才能真正意義上的開始 但我這樣的藝術家 我是希望它跟我的生活 跟我的生命 是緊密的相關在一起的 你的生命存在一天 其實你的藝術也應該存在一天 好 我覺得它就像一條河一樣 它一直得留 沒有前後左右 沒有方向 它就是一個形態 可能從年輕到老 這樣慢慢地留下來 那麼接下來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此次的參展藝術家 張曉剛先生上臺指揮 哇 好緊張 最怕上臺上 我覺得終於開展了 對我來講是一個解脫吧 我也知道所有的展覽都是遺憾的展覽 但是人一直在往前走 是最重要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勞弱的這一輩子的 所有經歷的 各種各樣的東西 呈現出來 給我們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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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 一直在張曉剛先生 在親自為大家 一個想要的掌握 張老師您好 我就是想問一下 您的畫作裡邊的這個心理案 主要指的是哪方面呢 豬肉畫在一個畫面裡面 是不是一種精神和物質的那種 想表現一種物質和精神上的結合 張老師知道這畫面 能不能夠做一個引導 這個畫面上有這麼多元素 大家可以尋找這些元素去 或者是根據這個當時的時代背景去 去試著提了某一個主題 有沒有這種可能呢 其實藝術家的話 全然比較相信 不一定都是真實的 因為作品完成以後 其實藝術家也變成了一個觀眾 這幅畫十年才完成很有意思 本身是一個故事 那這個時間的殘酷性 通過這段畫也能體會到 新改了這些十年才完成作品 我現在暫時起名 就叫《易陀八龍》 它就是一種變異以後的世界 因為這個是幾十年我們體會到的最強烈的一點 就是我們不是在真正的改變 我們實際上是在發生一些異變 用不好的詞來講可能是一種腐爛 我覺得每個藝術家都在面臨各種誘惑 老覺得要把自己放大放大再放大 就變成了我們一種困擾 就是如果你不突破 你不跨界 好像你就變成一個很保守的人一樣 但我的理解 我覺得人類是有局限的 時代是有局限的 個人更有局限 我們是不可能跨越時代的 我們只能在這個時代的邊緣做得最好 那藝術它的使命 不是要給社會帶來多大的改革 它也做不了 對一個藝術家來講 那天開玩笑就說 我說這個宇宙這麼大 咱們還是好好關心人類這點事吧 是吧 我最初知道您的名字也是跟著一串樹柱的 那肯定的 我就是一個符號嘛 一夜暴富的一個符號 中國賣的最貴的畫面 所有人見你 就說你是成功的藝術家 而這個成功就是賣了多少錢 對 我說不是 我說我是幸運的 這些數字出來以後 那一段時間 你感覺別人看你有變化 別人一下不知道跟你怎麼對話 把所有人都標了價以後 對 每個人都有價位了以後 坐在那個桌上 那個尷尬就出來了 大家認為我的好的東西都從十年前 對於畫家來講 這不是一個最真實的創作的過程 但是它也意味著非常大的財富 所以這個也很糾結 我好多靈感在廁所裡邊有 神發了一個信號給我的 如果沒有找到那一顆呢 就是這個人 比較馬來 但是我根本就只好 在哪裡 我沒有找到那些不得了 我一定會這樣 是阿姨 在哪些不得的 我可以做不得了 我可以做出什麽 你也沒有找到那些不 roulette 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自己的土狗吃到的進口是不是 沒有了 別興奮 還想要 沒有了 相對於養了孩子 還有兩個貓 工作室裡邊生動了很多 他就是性格比較活躍 有一點好動 烏狗 不是那種名貴品種的寵物狗 乖乖地會當個寵物 他還有一點性 我還喜歡他這種生動的動物 你們拍下來 還是個小 我女兒就說 就說我是老年得子